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施工的进行 工人们在挖开的地层中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人留下的遗迹 还有一些墓葬 在其中的一座古墓中 人们意外的发到一只铜虎 铜虎被送到成都当地的文物部门 专家对气物表面的泥土细致清理后 铜虎上竟然露出了一圈精美的文饰 经鉴定 专家认定这件铜虎是一件中国战国时期的气物 根据气物出土的地点 专家把这件铜虎命名为百花坛铜虎 百花坛铜虎上的人物图案精致生动 采用的是一种名叫倩银的工艺 这种工艺首先要把银制成银箔 再把银箔粘贴在气物上 然后把银箔刻成花纹 经过干燥打磨 推光等工序 最终在气物表面显现出花纹和图案 战国时期 王宫贵族往往会使用倩银工艺 在自己喜爱的气物上刻绘精美的花纹 用以显示自己高贵的身份 这件百花坛铜虎上倩银刻绘的纹饰 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纹饰 被称为水鹿工战文 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介绍过 一件收藏在北京故宫的战国艳乐工战文铜虎 这件铜虎身上的文饰就是水鹿工战文 而且这件铜虎无论气形还是文饰 都和百花坛青铜虎极为相似 北京故宫收藏的铜虎 湖身从口到圈族都刻满了花纹 这些花纹图案有射箭 采丧 燕饮 五月 刨厨 水鹿站等等 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中国战国时期王宫贵族的生活场景 文饰中共有人物一百七十八个 鸟兽鱼虫九十四种 看上去略显庞杂 细琢磨内涵丰富 形象逼真 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 却有如此热闹的场景 展示了战国时期贵族生活的不同侧面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很遗憾的是 北京故宫收藏的战国燕月宫战文铜虎 胡盖早已遗失 铜虎胡盖的本来面目成为一个谜 精美的铜虎画像 生动的鼓鼠风貌 郭宝档案 讲述成都百花坛铜虎的故事 百花坛铜虎出土以后 专家经过对比研究 发现这件铜虎与北京故宫所藏的铜虎 是同一时期的器物 而百花坛铜虎出土时 器形完整 胡盖也完好无损 盖面有三只鸭形牛 内圈是卷云纹 外圈是动物纹 十分生动 为考证故宫战国燕月 宫战文铜虎的胡盖形制 提供了新的依据 百花坛铜虎上精美的文式图案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这铜虎的图案非常精美 它一共分四层 这第一层表现是习色和彩商的画面 第二层是燕月儿战舞的画面 第三层是水路攻占的场面 第四层是守着的图案 胡盖上每一层纹饰都不尽相同 而且不同纹饰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 第一层描绘的是一幅采桑图 是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场景 画面上方是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桑树 树下许多人姿态各异 右面桑树上对坐着一男一女 还有一对男女 两手相携正提着篮子运送采摘好的桑叶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 种桑养残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诗经中有《妻我呼桑中》 说的就是男女青年在桑林中约会恋爱的情景 而百花坛铜壶上的这幅采桑图 古人的劳动与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 在画面中交织呈现 恰好就是《妻我呼桑中》古诗的真实写照 铜壶的第二层图案描绘的是艳影和乐舞 这是当时贵族才有的生活 在一座高大的双层宫殿的下层 悬挂有几组边钟边庆 边钟和边庆是中国古老的乐器 这些乐器不仅可以演奏美妙的音乐 也是古代贵族等级和身份的象征 那么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方式演奏边钟和边庆的呢 百花坛铜壶用形象的文士告诉了我们 只见钟庆下有四名乐手 身穿长衫 两手高举着木锤 左边两人敲钟 右边两人激庆 再现了古人演奏时的场景 放置钟庆的殿宇上层 只见一人端坐着 身后有手持长扇的侍者 还有两人依次为他敬酒 屋里的演奏乐声和谐悠扬 而屋外的舞蹈更是热火朝天 这圈文士中四名武士持矛而舞 永见非凡 自古以来 属地铸造的兵器就以锋利著称 成都百花坛铜壶上这些锐利的长矛 也恰好为四川兵器铸造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 成都百花坛铜壶和北京故宫的战国燕月 宫战门铜壶 两件铜壶共同见证了中国古代精美的铸造倩吟工艺 用生动的画面 再现了中国战国时期百姓和贵族们的真实生活风貌 是研究战国时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没有文字记载的 竹瓦街青铜轿藏 绅士成迷 可谁也没有想到 二十年后 这里竟然又出现了一处轿藏 那么 新的轿藏 能解开竹瓦街的一个个历史之谜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